像我們《鏡土宗》網站也刊登了 有兩位80多歲老菩薩的故事也差不多是這樣 這兩位是老夫老妻 他們曾經來到我們的道場 我們就跟她結緣南無阿彌陀佛的佛牌 老先生就是把佛牌帶在身上 但是老太太覺得說帶著不舒服 所以就選擇把佛牌放在她包包裡面 那結果有一天很不幸 他們兩位駕在摩托車的時候 這個摩托車突然失靈 闖到牆壁 80多歲的老先生就被摩托車壓倒在地 而老太太則被衝擊噴了出去 兩位80多歲的老人家出車禍了 那我們想都知道 不死這肯定也是受重傷 結果沒有想到老先生毫髮無傷 摩托車倒在地上 壓在地上 結果沒有想到自己還能夠把摩托車扛起來 至於那位老太太噴出去的 她說不知道什麼原因 她的包包本來是掛在她肩膀的 但是不但包包沒有飛出去 反而剛好她噴出去準備要創造牆壁的時候 這個包包不知道什麼原因 突然跑到前面將它給擋住了 而老太太看到當時緊緊抓住這個包包 沒有直接創造牆壁 所以也剛好沒事 各位 你還記得老太太放什麼在包包裡面嗎? 南無阿彌陀佛的佛牌 這兩位80多歲的老人家就這樣子躲過災難 他們很單純 直接說 真的是南無阿彌陀佛 一定是南無阿彌陀佛的佛牌互念的 要不然80多歲的老骨頭創造肯定完蛋了 普通人不要說是車禍 我們講跌倒 骨頭就斷了 更何況是車禍 更何況是老人家 所以現在這兩位老菩薩念佛更認真了 甚至還來到我們道場多請幾個 要給她的孫子孩子的 我想我今天講了這麼多南無阿彌陀佛佛牌的公案 大概等一下很多人就會來電來請佛牌了 這就是阿彌陀佛花了無量劫成就的光明佛號 我們看 這老人家其實也沒有說求過阿彌陀佛 也應該也沒有人這麼求的 大概不會早上出門說 阿彌陀佛你要保育我 不要出車禍 應該是不是有一百人不會這麼講的 就是很自然的 可能就騎著摩托車出去 但是無端端遇到車禍 還能夠蒙受彌陀佛駕駛躲過一劫 所以 泰倫大師說 名字為佛式 安可思義 就是阿彌陀佛什麼都不用 就用他的名字 南無阿彌陀佛來度我們 其實 像剛才所講的佛牌 石頭等等的 其實還有一點不方便 因為有些地方就是沒有辦法得到佛牌 尤其發生災難的時候 我們去哪裡找這些東西呢? 但是現在 就算沒有這些 單單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也沒有問題的 因為主要還是這句名號 今天如果說佛牌沒有佛號 還是沒有功能的 他們只是跟普通的裝飾品一樣而已 但是一放上佛號 就有加實力 所以平常來說 如果我們不會觀想 不會誦經 不會詞咒 沒有看到佛出現 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關係 我們單單張開這張嘴巴來念南無阿彌陀佛就行了 畢竟阿彌陀佛是以名號來助眾生 這句名號 才是我們跟阿彌陀佛溝通的管道 就像我們家裡的水龍頭一樣 我們家裡有水龍頭 自然就能夠打開水 拿到自來水 就算是眼睛瞎的 但是只要打開水龍頭 它還是能夠得到水 因為背後的事跡已經完成了 背後的事跡 一旦完成 那就不管是誰打開水龍頭 水肯定自動就流進來了 相同的 今天阿彌陀佛的願地 是完成所有的系統了 它的系統就是只要南無眾生念了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就等於打開了阿彌陀佛的系統 那阿彌陀佛的法水功德自然就流進來 不管我們有沒有看到或者體會什麼 效果都是一樣的 這就是明治為佛事 佛的事就是度眾生 那我們念佛 阿彌陀佛就度到我們了 台文大師說 這真的是想不到的方便 因為其他的法門還要求見佛 要禪定 要觀想 要觀像 要都是六根 等等的 但是現在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而已 那真的是太方便 太殊勝了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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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